剪彩 祝賀陳敏兒七九正式開幕 跟陳敏董事長吳敏傑 一起出席中山地下書街開幕活動 柯文哲力拼市政成績 要讓市民有感 也未競選2018連任鋪路 2018年你一定會選對不對 你一定會連任 但是很多人說2020會不會選 選了我應該還是會把它做完 做完做完就不會去選了 就不會去選 同一天在網路直播平台上 柯文哲承諾 2018順利連任的話 會把台北市長坐好坐滿 不會半路殺出去挑戰總統大位 再度重申不選2020 柯文哲認為眼前首都之意優先 國家元首之爭還沒規劃 把事情做好就好 2018都要不小 想說2020拜託 今天為什麼會選這個地方來參訪 是為了2020選總統 這種東西都延遲過早 如果沒有連任你有什麼想法 你又不會去選總統 那你一定要去跟他講說 再說了 柯文哲的台北市長 已經坐了兩年八個月 近來不斷強調拼連任最重要 向來自詩超越藍綠的白色力量 但2018台北市長選戰並不輕鬆 外界頻頻點將出奇兵 要跟柯文哲一較高下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目前為止 對他開幕 目前為止 在逐漫文哲の中心